美国的接种疫苗的进度是放缓一点 大家有点把眼睛放在这些板块上 觉得他们会不会有些重大突破 或者是承着新型肺炎之后的一些后续健康相关 再注重一点 整体整个医疗板块是有比较多可以支持的利好因素 是 你说的绝对是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就是说一些大小小的层面 其实美国如果大家有看一些数据 我看了2019年大概55岁以上的人口 占全美国三成 也挺多 然后这一批三成人其实占了整个医疗开支超过50% 然后大概看这两三年 其实我们这个婴儿潮的老行家 就开始进入超过55岁或者退休年纪 其实我都觉得如果很大围地看 其实他的医疗增长还是有很大力量 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的科技比较好 医疗科技都非常好 所以人口的命就会长一点 所以整个周期 医疗开支的周期也会长了 所以我觉得 只是你说的大环境 就已经挺支持整个医疗板块的增长 所以去到我觉得 好像你这样说 有病之后的话 我觉得大家会继续在这方面的消费 开支其实都没得减 会继续加下去 对了 刚才你说到2019年的数字 因为如果我们从FDA等等的渠道找 最新和最新官方都是2019年的数据 当然拜登政府会不会有更加多的公布 还有都知道政府未来在撥去医疗方面 占GDP的比重或者开支 已经开大口了 未来一定会继续上升 变了其实这方面至少在基本因素面 有一个政策上的普遍 美国其实相对于其他成熟市场 应该医疗开始占GDP的比重 我找回来就应该是最高 是最高的 18% 是 还有都给大家一些背景 其实美国只是说医疗市场 只是说保护保是一定要买的 如果你不买的话会被人罚赐 是的 所以就算你是在职的就公司帮你买 你不在职或者你做其他自股的就自己买 或者你低收入的政府会补贴 Debbie你刚刚说的就是补贴那方面 特别是拜登政府 他觉得医疗不是一个有钱人的一个 专利 所以穷人也要 所以其实政府也会付钱在这些穷人 去享受一个比较好的医疗质素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前景其实是政策也好 无论市场也好 都非常对这个版法是有很好的影响 至少我知道政策上的方向是OK的 接着一个大问题 超大的问号就是如何选择 因为你的医疗版法涉及太多东西 待会有些人叫我去买一些生物科技馆 有些做药股前排一直升得很厉害 Moderna那些 接着有些说医疗设备 接着有医疗保险 对 那方言我们是怎样去选择这些 好 其实医疗版法里面 大概有分四个subsector 第一个就是叫做 Healthcare Service and Facility 大家看到最左边的 它就关于一些医院 一些outpatient 一些门诊的一些相关的公司 这方面大家去买 或者选择股的时候 就比较简单 因为它的服务 就算在香港也会用过的 容易一些去知道 也没有太多的复杂行内的知识 第二个版法就是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其实跟普通保险都差不多 也很因为经济和息口 而影响它们的表现 我想这个大家去研究的时候 也不会太难的 第三就是医疗设备和配件 这个可能需要相当少少的 一些专业知识 譬如因为医疗设备 有大的去到做手术的机器 X光机 小的可能去到一件 那些什么人工那些饭 那些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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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通保险 那些支架 其实都是一个医疗设备 如果大家选择的时候 可能最好就做多一点市场调查 究竟这个病或者这样的设备 是不是现在市场很流行 或者大家 它有没有加价的能力 这个也很重要 最后最难的就是生物科技 没有盈利 也不知道怎么买 是的 除了盈利方面 也是最难的就是 其实你有时买它的时候 你还在猜它 究竟FDA第三期 是不是 批不批 是的 所以 特别在这个行业来说 对那个行内的专业知识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不是这个医疗行业的一个 expert 专家我觉得很难选择 其实有时 就算我们去看一些分析员的报告 那些字全部都明白的 拼上一句就不知道它在说什么了 其实以前是这一行很难跟 很多分析员 他们真的没有这种专业知识 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聘请一些 是的 比较专业或者真的跟e4有关 那些人其实入行 他们才开始批评到 究竟这些药业公司是在做什么 还有他们有没有机会一个突破 还有是不是专利 是的 是不是加到价 是的 所以其实如果个人 就是一个散户投资者是难买的 反而反过来 如果这些方面 可能会选一些建议 看一些已经有盈利 已经有些药出了来用的 那贵一点也不要紧 但是起码你放心 否则就变成了炒一些 很波动 对 不稳定性很高 然后上落你都控制不了的一些股票 我觉得就很难坐得出 我看到你还有一个Johnson & Johnson 是的 Johnson & Johnson 如果大家是不想想想的时候 Johnson & Johnson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